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新闻 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2019年原本应该是许多西方投资者 开始买入中国股票的年份 结果却变成了众多投资者开始卖出的一年 海外投资者正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 抛售在上海和深圳上市的股票 截至5月14日的20个交易日 扣除买入的股票 海外投资者竟卖出价值人民币520亿元 约合75.6亿美元的A股 规模创出历史高点 这也许并不令人震惊 因为随着美中贸易谈判形势恶化 且中国政府逐渐停止刺激经济的努力 过去一个月中国内地股市下跌了约11% 外资对股市的投资通常与这个市场近期的表现密切相关 但对中国来说 这标志着一个转变 海外投资者之前几乎从未通过护港通和深港通 竟卖出股票 去年当MSCI名胜中国A股境内指数下跌近31%的时候 竟卖出的情况只持续了几天 规模相比当前这一次也微不足道 这种转变可能于进入中国股市的渠道被逐渐放宽以促进更多买卖活动有关 之前的资金竟流入中国股市的模式强化了一种观点 也就是国际投资者将成为支撑中国股市的意志力量 许多围绕A股被纳入全球主要指数的评论也都强调了被动资金将流入中国股市的前景 A股从2018年开始被纳入全球主要的指数 今年纳入规模显著扩大 一些市场评论此前认为未来数年将有数千亿美元资金流入中国股市 在向外资开放中国市场方面 中国决策者们采取了渐渐式的方针 试图避免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其他亚洲国家发生的大规模热钱外流的局面 中国官员可以对国内投资者施加相当大的压力 例如冻结交易账户 指示或建议投资者不要抛售 不过进入中国股市的新一批国际投资者更难控制 可以肯定的是近期流出的外资不足 已对中国内地股市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中国A股市值已经超过了5兆美元 而且外资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重返A股市场 但这一轮资金流动逆转表明 被纳入全球主要股市并不足以保证外资会永远流入中国股市 毕竟资金不会只朝一个方向流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